今天的教学是教你如何快速的从台北台铁车站出站后 快速的抵达台北转运站 那我面前这个出口是台铁月台的西出口 月台西出口出站后我们先右转 然后再一直直直走 看到台北地下街后的路口 再右转前往中山地下街 中文字幕提供 从电扶梯下来后呢 就会抵达台北地下街的路口处 那左转的是通往捷运北门站 而右转的就是通往台北转运站的方向 右转后呢 你就一直直直走直直走就好了 千万不要乱转其他地方 看到其他指示标都不要理会他 就是一直往前走就对了 啊 就像这个路口处在哪一个地方 那边的路口处在那边 太多了 我们的路口处在那边 太多了 是尾巴接下来的路口处就好了 就是这样子的路口处在那边 进去 就是这样子的路口处在那边 走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当你走到一处是属于中山地下街的小广场 这边就是电玩宅主的天堂 这时候你就左转前往Y3的出口 然后一直直直走 走到底就能看到金站与台北转运站的入口处啦 来到金站与台北转运站的入口处 直走就是金站的时尚广场 左转搭乘电动手梯 只是可以快速地抵达台北转运站的一楼售票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前面这边就是台北转运站一楼入口处的售票处 前面这边就是台北转运站一楼入口处的售票处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台北车站迷宫战略的话 请你关注这个频道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